中国队的比赛刚刚结束 就问一句大家 规划球员相评 规划球员创造的机会 以及精神属性到底怎么样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说 第一 本场比赛 我们的射门比是 9比7 中国队领先 大家明白了吗 我们的射政比跟对方类似 上一轮 我们之前跟对方第一次打的时候 我们上半场20分钟已经被对方击溃了 最终3比0 毫无还手之力 但是这场比赛 我们最终射门数比对方还要多 第二 我想吹埃克森 之前很早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过关于埃克森 可能不太关注中国左右的球迷 刚好给大家做一个普及 埃克森之前规划成功之后 我当时说了 我说埃克森是这支球 对我们中国男子国家队前场难得的 具备很强战术素养 就是绝对是我们一个战斗过程中 必须要的一个点 因为中国男子国家队 现在的中锋属性 同时具备影风属性 同时还能拉边的 只有埃克森一个人 在他同样的位置 中国男子国家队有这三个人 给大家说一下 杨旭 张玉宁 以及我们说的郭甜宇 郭甜宇太年轻 张玉宁的表现 大家也看到了 还不错 杨旭已经老了 而且他本来现在状态就很差 那么埃克森是集合了中锋属性 能牵制 能坐墙 在进区内又可以有高点 同时可以拉到左边路 还有一脚突破 同时在影风位置 还能侧应的一个球员 埃克森这场的战术作用体现了吧 我们看埃克森这场比赛的一些高光瞬间 首先进球来源于他 争顶对方手球 同时造成了对方当时手球那个球员 之前的黄牌还是埃克森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 84分钟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人记着 埃克森前差虽然越位了 但是他还在以百米速度去冲对方 导致对方当时将球停出 底线本来是一个脚球 但是提前越位了 但是已经84分钟了 我们放眼国际组团这些高中锋 因为中锋属性 身材比较大 他都不是说体能储备特别好 或者说相对来说精神属性 没有那么强的这些中锋 但是埃克森依旧做到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埃克森 整个在中国的职业生养 埃克森出道于巴西 他在13年的时候 时任当时我们说的尤文图斯 豪门已经给他报价600万欧元 报价 但是巴西的球队没有放 最终13年来到了中国广州恒大 在广州恒大待了三年 埃克森拿到了很多荣誉 大家比较熟悉的 两个中超最佳射手 一个射手 另外一个是打破了李金宇的 陈锋多年的中超最佳射手的记录 同时埃克森给广州恒大 直接带来两个亚冠冠军 绝对的我们说的亚冠散场的大赛英雄 第一个冠军13年 我们知道客场打首尔决赛的时候 埃克森进球 主场打首尔决赛的时候 埃克森再进球 最终恒大凭借主场进球数 客场进球数多 最终夺冠 15年同样客场我们打平了主场 埃克森绝杀 又拿了一个亚冠冠军 大家看一下埃克森的履历 在中国足球真的 他是一个万事通 除了这些 埃克森本人是一个性格特别好的群人 采访广州恒大那么多年的跟对记者 都会说 埃克森被他因为爱神 包括小熊的性格 跟谁都很nice 也特别谦卑 当时跟孔卡木里奇组成的三叉截 他经常会说两位都是前辈 两位表现的更加值 所以绝对是我们说的 球风跟以及品格都特别优的一个球员 当然了 还有长相比较酷似新疆人 是不是 在恒大呆完了之后 他被上海上港当时花了1800万欧元 大家听好了 将近我们说两亿人民币买到了上海上港 在上海上港 他不管是跟开始的孔卡时期 还是说后期跟胡尔克 奥斯卡以及阿脑 包括我们说的五类组成的这些 封线的这些合作球员 他从头到尾都干当绿叶 而且是球队很稳定的一个活力点 帮上海上港拿到了走协杯冠军 以及扩时任第一个 我们说上海上港的中超冠军 这就是埃克森 如果大家还了解他另外的品格 就是埃克森之前 因为胡尔克跟奥斯卡都已经是国内 名满全球的明星了 但是当埃克森批上中国国家队的对付的时候 这两个巨型都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 祝福了埃克森 说他是我的兄弟 我们希望你在中国队有好的表现 就是我们规划规划什么 让一个球员可以把心完全属于我们 埃克森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球员 是最最最最给我们卖命的球员 所以我们坚决不可以再区别对待了 对不对 那么第三 我们再看一下安长比赛 其他的 洛国富 阿篮 蒋光泰 表现都不错吧 蒋光泰没有受伤之前 有个禁区内 我看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上半场飞升将球铲出底线 能力的体现 洛国富除了上半场飞升的一个补防之外 下半场我们看一下倒数第三个中国队的机会 洛国富打门 对方门将毫无反应 球擦着左边立柱滑门而出 阿篮整体来说不管拉边或者居中组织的时候 表现都不错 下场的时候依旧觉得没有提尽性 那么第四说到这里 我们不禁又有点悲伤 如果我们真的从开始的第一场比赛就坚定的信任 我们说的 规划球连 我们现在是不是积分可以更好见 当然这个只能说是倒逼眼了 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所以说到这里 中国队今天的比赛 叫第一场比赛跟澳大利亚的时候 我们其实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也希望中国队好运 加油 加油离铁 加油中国队 加油规划球员们 我们都是中国队